謝謝主持人 那今天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所謂的Redis 那我相信其實在座很多人可能有這種 就是使用 就是建立起一個Web Service Platform的一個經驗 那今天這個Redis 算是可以幫你們Web Service再做一些加分 那可以幫助你們做什麼事情呢 等一下我們都會一一介紹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最後我會跟大家分享一下說 Redis到底要 如果你這樣把它放在一個architecture 一個system的一個角度去考慮的話 它可以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那最後也會分享一下我們雅虎 套用了Redis這樣的一個tour之後 到底可以幫我們改善一些什麼事情 好 那這個第一頁公司要我們放得了表心一下 好 那第一件事情就是說 我們到底想要解決什麼樣的問題 就是相信如果你們有架過Web Service的經驗 你們把UI寫得很好 platform最後的backend都做得很好 最後做的時候你就會發現其實 很多使用者就會開始complain說 你們的網頁使用怎麼那麼慢 點下去一個東西要很久才出來 一直到這個階段的時候 然後這個performance就會變成是你們這個Web Service產品的一個競爭力的一個地方 所以說今天我們要怎麼樣導入這個Ready Service 來加快你們的這個使用者Web Service的經驗呢 就是我現在要介紹的事情 那下面這張圖呢其實是一個很簡單的架構 就是一開始可能有一個Web Page的一個query 然後中間可能有一些Proxy Server 它主要是幫你們做一些分流的動作 那一個正常的架構可能就會直接導入到後面的藍色的部分 就是也許我們可能會希望做得更所謂的BCP一點 就是所謂的Business Continuity Planning 就是把我們的Web Server把它分散到不同的機房 然後就避免也許機房受到什麼天災人禍的時候 整個東西都crash的時候 你至少還有另外一堆可以用 然後這些Web Service最後可能都連結到某個database 那今天我們要思考的問題就是 我們是不是有可能在比較前面的部分 就是在Proxy和Web Service的部分 在我們Web Server之間 加一個所謂的Cache Server 這樣你就不用說每次使用者進來query的時候 你都要到很後段的database 整個落地了 然後再去query,再去search 然後花很多時間才回傳 有沒有可能在前端 就幫助我們做一些加快的事情 就是做我們所謂的cache 那在講Reddit Server要怎麼套用之前呢 先跟大家很general的介紹 Reddit Server是一個怎麼樣的一個東西 那可能很多人都連聽都沒有聽過 那今天這場talk也是很適合初學者 那Reddit Server它其實是一個key value的一個cache 或者你把它當成一個database key value這個關鍵字很重要 它其實和我們傳統那種SQL database不一樣 它其實不太能夠做一些很複雜的一些join 或者是filter 它其實就是一個很簡單的一個hash table 你只要決定它的key和value 下次你去給它丟給它一個key 它就可以在big old constant time的時間 就把value回傳回來給你 那它為什麼會這麼快呢 其實基本上有三件事情 第一個就是它是這種native seed的始作 那非常的講求效率 那第二個呢它其實是 其實說出來也沒什麼決問 就是它其實所有的東西 所有的這個database都是放在memory裡面 所以它自然而然就會很快 那第三個呢就是 它其實是透過TCP socket去做溝通 OK 那它其實不會透過那種http方式 比較high level的方式 其實就可以免除很多overhead在上面 其實你只要幫它決定好它的那個port 其實它的原理就很像是tailnet一樣 它可以很快的透過比較底層的這種TCP方式 去傳輸資料 那最重要的是redis server 它是完全是一個open source 那我在這邊有列出了幾個網址 前面那個是redis所有的document 網址很簡潔 就是redis.io 那你們同時間有興趣的可以上去看看 那後面就是它的github連結 就是大家都可以去上面貢獻自己的code和想法 那最後一點呢就是 redis它其實已經經過非常多的考驗 其實有很多很多的social network 包括yahoo自己內部的flickr還有tumblr 都已經在用redis的東西 那還有包括很大的一些其他social network 或者是最近蠻紅的一些app 比如說twitter或snapchat 其實現在都已經在用redis 所以它其實是一個很經濟的其實考驗的東西 因為其實很多人在用open source 都會很擔心說 這個東西是還在開發還是怎麼樣 其實它已經非常成熟了 所以redis怎麼樣在導入到我們剛剛那個架構圖裡面呢 其實剛剛有提過橘色綠色紫色的部分 那其實redis server你就在中間扮演是個cache的角色 黑色線頭的部分呢可能就是我們一般query的這個途徑 你可能直接到webserver然後去查東西 但是如果有一些東西是使用者常常query的東西 比如說有些API經常一直在打 它的參數其實都一模一樣 這樣你其實根本不用為每一個使用者每次都到database後面去撈東西再回來給他 其實呢我們就可以偷偷透過這個紅線的部分 就先把使用者常常query的東西呢 通通先暫存到我們的cache server 下次有一些webpage的request進來之後 它其實就走紅色那條路 先去看cache server裡面有沒有 有的話就直接拿來用 沒有的話我們真的再去server 再去落地的再實際去查資料 那其實redis server在一開始 如果你是用一種很簡單的方式去使用它的話 其實上面還是有一些缺陷 應該也不是說缺陷 其實它作為cache server已經功能很強大了 但是它的cache其實不只是這麼簡單 因為它之所以好用之所以成熟呢 它其實是因為有很多的所謂這種autofailover的機制 所以如果說你今天如果只是把redis server 當成這種single server來用的話 其實你就會遇到一個問題 好如果今天這個redis server掛掉怎麼辦 那你就沒有backup啊 所以說redis server它的官方呢 其實也提供另外一個東西叫redis sentinel 這個sentinel其實你可以 中文翻譯叫做哨兵 就是它有點像是監督者的角色 就是隨時都去監控redis server的健康狀況 那只要redis server有任何的問題的話 它就可以自動啟動一些autofailover的機制 自動把你這個crash的狀況修正回來 然後讓使用者不會感覺到有任何的異常情況發生 好那redis sentinel是什麼呢 它其實就是一個很特別的server 那它其實是透過所謂的publish和subscribe的方式 和這個redis server去做建立起一個channel 去監控他們的健康狀況 然後我這邊比較文字性的敘述啦 快速帶過 等一下我後面有一張圖會講的比較直覺 那基本上redis sentinel呢 它其實在去監控這些redis server的時候 它其實是把這些redis server 把它當成是單一的master和很多slave的角色 就是說你今天可能有十個redis server 那其中有一個是master 另外九個呢是slave 那如果你今天這個master如果不小心掛掉了 那redis sentinel它其實可以自動幫你 幫你從這些slave裡面 就是做出所謂投票的動作 就是這個vote的動作 投票做什麼事呢 就很像是這個 滿有趣的就是一個監督委員會的感覺 就是從這些slave裡面 再選出下一個適合當master的人 好 這樣就可以再把這個slave提升成這個master 然後接下來所有的這個資料呢 就會到新的master上面去查 好 所以redis sentinel其實可以扮演這樣的一個 Auto failover的角色 那最後一點呢 就是redis sentinel呢 其實它也可以互相是彼此的backup 我指的彼此是redis sentinel彼此本身 好 其實這是一個有點像哲學的問題 就是 好你今天如果redis server掛掉 好沒關係有redis sentinel可以去幫忙監控 好 好那如果redis sentinel自己本身又掛掉怎麼辦 好 所以其實redis sentinel它本身也可以是很多台的 他們彼此之間也可以互相去做為對方的backup 那下面這張圖呢就是來快速講一下 就是剛剛那個使用的 剛剛講的那些概念 好 就藍色的部分可能就是一台一台的主機 好 那你最一開始的時候 可能主機上面都是裝很單一的一個redis server 但是如果你今天希望說 有一些backup的機制的話 那你就要在別的機器上面 再裝別的redis server 所以你今天就有第二台第三台 那唯一的差別呢可能就是 Master是唯一的一台就是redis server 1 然後其他兩台呢就是slave 那這個綠色的這幾個呢 他們其實會透過綠色這條線 做所謂的這個replication的這個動作 就是你今天在master上面做的任何的儲存啊 它其實都可以自動複製到slave上面 這個其實就是要做autofailover的先決條件 因為你master掛掉的話 你一定要有個backup 而且這個backup一定和master一模一樣 那sentinel角色呢就在這個地方 它其實會透過紅線呢 去monitor每一個綠色的就是redis server的健康狀況 隨時都可以知道server到底掛了沒有 那黑色的部分呢就是假設master掛的時候呢 這個redis sentinel他們彼此之間可以透過這個黑線呢 互相去溝通 他們到時候這個master掛掉 他們這sentinel好像就會聚齊起來一起去投票 選出下一個適合當master的slade 所以再把剛剛那個架構圖呢 再繼續改進 所以就會變成這樣的一個結構 今天上面這一坨webservers呢 它其實可以有它自己的一些cache的機制 那大家講一下為什麼要分成兩堆 就是我剛剛提過的要做BCP的一個東西 就是下面可能是一堆機房 下面可能是一堆機房 下面如果爆炸的話 那上面至少還可以運行 所以我們會在各自的這個BCP的這個block上面 各自幫他們做一個cache的一個cluster 所以現在每個cache cluster就變得非常進化了 裡面其實就有很多很多的這個cache server 每一個cache server呢 其實都可以受到那個sentinel的控制 這樣子你只要 譬如說上面的那個master如果掛掉的話 我就還有另外兩台可以繼續做被告 那ready sentinel它本身呢 其實還是有一些缺陷 還有包括ready server它本身 怎麼說呢其實ready server它其實是一個single threaded架構 它其實好處也是缺點 怎麼說呢就是它的好處就是說 你今天所有對於ready server的query呢 假設你今天進行十個operation 譬如說其中有讀啊有寫啊 同時去戳這個ready server的話 其實這十個operation其實他們都要一直排隊 就是你必須等前面一個人做完 才可以再進行下一個 那這個好處呢其實就可以避免掉一些 其實它就可以做到所謂的threadsave 因為它就是single thread 所以根本也沒有所謂thread的一些issue 但是它的壞處呢就是你今天 今天這台機器上面 如果它是一個multi-core的CPU的話 那你single thread這樣的一個ready server 其實它就是比較沒有效率的 比如說你今天為什麼 如果同時進行兩個operation 一個是讀一個寫 那為什麼不能一個讀跑一個 這個讀跑一個thread 然後另外一個寫跑另外一個thread 所以其實ready server呢 它如果要變得更好用的話 是不是應該把不同的operation 分散到不同的ready server上面 去做不一樣的事情 那剛剛提到的ready sentinel 它雖然可以去監控各個ready server 可以幫這些ready server互相串聯 但是它只能做到這種auto failover 或者是monitor ready 健康狀況的這種事情 它其實並沒有辦法做所謂的shark data 就是我剛剛提到的 你有沒有辦法把很多大量的request 把它分散到比如說10台的ready server上面 它們就可以同步進行10個不一樣的查詢 或者是操作 所以今天就有另外一個solution 有聲音嗎? 有嗎?好 叫做twin proxy 它其實可以幫助我們做到一些 可以去處理這種大量request的 hello 可以看這個 好 就可以以分散式的方法去做所謂的這個 這個 loading balance 那這個twin proxy是怎麼樣的一個事情呢? 就是 它其實是蠻有趣的 因為其實大家都發現ready server很好用了 ready sentinel做這種auto failover很好用了 就開始想要有人做這種distributed的這種 這種更大的這種 enhancement 所以twitter這家公司呢 就幫ready做了另外一個套件叫做twin proxy 那它也是open source 所以當你把ready server架好之後呢 你就可以把ready sentinel都串聯好之後 你就可以再把 再加一層twin proxy在這個上面 那它就可以自動做所謂的shark data 就是把不同的這個key value的pair呢 分散到不同的ready server上面 那twin proxy它本身也可以提供一個 很方便的這個hash的機制 就是你可以自由去決定說 你要用怎麼樣的方式 去做你的這個hashing 去做你的這個sharding 那下面兩點可能因為時間關係 我就跳過先不講 那這張架構圖呢 就跟大家講解一下說 今天如果twin proxy又進來的話 它是一個怎麼樣的概念 那我先把ready sentinel拔掉 就是我們先還原twin proxy 它最初衷想要解決的問題 就是你一開始的request進來 可能因為剛剛有提到 ready server是一個key cache的 key value的一個架構 所以假設今天有很多的這個 有三個key value想要進來 這個ready server裡面儲存的話 那twin proxy呢 就可以自動幫你把 根據這個key 它就會做不同的hashing 平均的分散到不同的ready server上面 這樣就不會讓每個ready server的loading 變得很重 就可以比如說讓這個效率變成 這個減少三分之二這樣 那twin proxy其實還是有它的缺點 它其實缺點就是 其實也不是它的缺點啦 就是twin proxy只能處理這種 sharding的東西 但是它並沒有像 sentinel一樣 可以支援這種所謂的auto failover 所以最終最終的解法呢 其實最理想的呢 其實就是twin proxy加 sentinel ok 那所以我們把剛剛的solution 全部都納進來的話 其實這個也是我們現在 我們這個team現在正在使用的一個架構 就是我們把twin proxy放在最前面 ok 然後它負責做sharding 那當你分流之後啊 你每一個pipeline 其實又有各自他們的ready server 去做backout 比如說你中間那一個 如果你的master掛掉的話 你接下來就有別的slave可以去地補 那這些事情呢 全部都可以透過ready sentinel 來幫你做這種自動化的auto failover 你不用很人工的一天到晚都要擔心 去怎麼樣把它重啟還是怎麼樣 好 那再看得high level一點 所以再回到剛剛這個webserver的架構 所以它其實想法就很簡單了 所以我今天這個單一的ready server 進化成是一個cache的已經有cluster的概念 因為裡面有很多的master和slave 互相做backout 然後最前端有個proxy 就是所有的你想要去查 這個cache cluster裡面的資料 想要調用裡面的資料 都必須透過這個print proxy 所以現在整個cache的架構 就會再變得更複雜 但是也變得更robistic 好 那最後要講到一件蠻讓人興奮的事情 就是 剛剛提到很多東西 你今天如果想要把這個solution做完美的話 你必須把ready server 把ready sentinel 把twin proxy統統架起來 然後他們可能都是不太一樣的套件和tool 所以你要架出這個完美的架構呢 其實真的有點累人 你還要去download一些不同的東西 那這個official solution呢 聽到各位的聲音了 做出了一個東西叫做redis cluster 而且它其實算是一個蠻新的一個技術 因為它其實第一版release 它其實已經算千呼萬喚死出來 因為已經要做的東西已經考慮很久了 已經可能經過一年的一兩年的時間了 一直到最近 也不過是前幾個月的事情 4月1號的時候 才有這個redis cluster的這個solution 它其實呢 就是把所有的 剛剛提到的事情 包括redis server redis sentinel twin proxy 全部都整合在一起 所有的configuration 全部都放在裡面 你只要專心的呢 去調整這個configuration 把這個東西一起起來 那所有的剛剛講的事情 全部都可以幫你做完 好 所以你再也不需要這個 twin proxy 或者是sentinel的幫忙 好 所以剛剛講的很多東西 好像都是廢話一樣 好 但是其實只是講這個架構 跟大家講下來 講一下這個redis cluster 這個有關replication 有關autofillover的這個概念 其實是比較讓大家理解 喔 redis cluster它的功能 到底有什麼 好 那最後 最後幾分鐘 呃 我想要再跟大家提一下 更多有關redis的一些事情 好 剛剛提到的都是一些很簡單的 這種key value的這種 這種 這種 應用 hash 比較hashtable的應用 它其實還可以做很多很多的事情 好 就你同樣的redis server 你只要騎起來 它的功能 這些功能就有了 好 第一個是transaction 好 其實很多databets都需要這樣的事情 好 所有的東西 好 如果它的順序性很重要的話 你不希望說 你今天執行五個operation 這五個operation 中間會被其他的query給插入 然後或者是會改變它的整個flow 你其實它有transaction的功能 第二個是呢 它可以支援這種publisher和subscriber 這種機制 什麼意思呢 就是 你今天可以有不同的人 去對這個redis server 去註冊subscriber 就是說去訂閱某個channel 那 你今天就可以有某個publisher 你就可以對這個channel 發出一些訊息 那這些訊息呢 就可以broadcast it 到這些slaves上面 所以有了這個東西 你就可以做出一個 很像是一個聊天室的 這樣的一個東西 那 最重要的一個是 這個expiration 過期 那 其實redis server 作為一個cache的server啊 有個很重要的精神就是 你要怎麼去處理這種 這種過期的這種資料 因為cache 你總不能永遠都放在那邊 那 變成你最新的 對它base的資料 其實根本好像 都沒有用到 你永遠都是在去查那些 已經舊的cache的資料 所以 redis server它其實也提供一個 很方便的expiration機制 就是說 你今天cache起來的東西呢 可能 過了一天 它就可以自動刪掉 你不用人工手動去把它刪掉 它就會自動刪掉 所以它下次到cache server裡面 找不到那個東西的時候 它就會走正常的flow 所以你都可以很自動化去做這種 過期的這種設定 另外一個是persistence 就是redis 雖然它是一個in-memory的cache 但是它其實也可以做到一些 定期去backup到 到你的disc上面的這種機制 好 就可以避免說 你今天這個cache server 如果掛掉 那你在memory上面資料不就不見了 不用擔心 你只要下次期起來 它就會自動再去找你當初 因為它會定期可能比如說幾分鐘幾秒鐘過一次 自動去檢查一次 自動把你的memory上面的資料dump到disc上面 所以你下次期起來的時候 它其實還會再根據你disc上面 已經dump到好的資料再去還原 最後呢 redis它其實有支援類似一些像key q或者是stack的這些功能 它其實不只是一個很簡單的hatch table 它其實還有更複雜的機制 最後 這個很令人興奮的就是 就是redis雖然它是一個 呃 感覺好像是一個很很 一個很 c implemented 的一個東西 但是它其實支援非常非常多的language 你想像到的所有的popular language 它都有支援 比如說java 它的library叫jadis 還有包括一些machine learning的r 或matlab 還有或者是一些很native的c c++ 前端node.js 它其實都有支援 好 所以你今天你就可以套用這些套件呢 直接去使用你最喜歡的語言 去操作你的redis 好 你不用很像是一個系統的工程師 你必須用command的方式去做這些設定 好 都不用 你知道透過你喜歡的library 就可以去做操作 那其實我今天本來是想要做一些live demo 不過我好像有點太ambitious了 所以最後一些demo的時間其實就交給大家 那redis官方也有提供一個很有趣的一個叫做try.redis.io 王子也很簡潔 你們現在就可以連進去 打進去之後 它其實是一個web page的一個界面 那你不用在你的電腦上面真的把redis裝起來 它其實可以透過網頁的方式 有個模擬commandline的方式 好你就可以再到下面的這個redis.iocommands裡面 好裡面有很多很多redis的這個指令 你就可以試著在那個上面那個網頁裡面打打看 好你就可以感覺一下redis它powerful的地方在哪裡 最後再提一下我們的yahoo experience 最後一張投影片了 那其實我們有把redis套用在我們的一些web service上面 不管是台灣或者是global的這個美國 他們其實都有把這個redis作為這種cash的極致 套用在我們整個web service的platform裡面 那它很驚人的是它效率非常的快 可以幫助我們提升78%的這個效率 好可能本來一個response time 可能需要四五百的minisecond 現在可能就變成只要一百以內的minisecond就夠了 那我們的flickr其實用redis用的很兇 那它用的方式其實更fancy 它用到它裡面的queue的一個東西 因為其實很多人在上傳使用flickr 它在上傳東西的時候 因為它的資料可能非常大 所以你可能上傳之後 你總不能就在那邊等它告訴你說 你資料上傳了沒有 好所以它其實就用這個queue 馬上可以去 unsynchronous的接收你的資訊 去把你這個upload photo的這個行為呢 把它給queue住 這樣子要點完之後你就可以離開了 那之後我們內部呢就可以透過這個redis的queue 慢慢去消化來自全世界各地的使用者的一些request 好那這個就報告到這個地方 那雖然是以一個yahoo公司的身份來幫大家介紹一下這個redis 但是其實我自己也是open source愛好者 所以大家知道有什麼問題啊 都很歡迎大家寫信來給我 其實我會抱持著這個open source這種開運和分享的精神 跟大家做一個回饋和討論 好謝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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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詞曲 李宗盛 喂 OK 好 然後謝謝剛剛進的分享 那我想接下來的話我大概用15分鐘的時間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說Yahoo自己本身我們除了有在用外面的一些工具以外 那我們自己有提供一些什麼樣的一個open source的一些tour給開發者 我想在開始之前可以先快速做一個survey 在場是mobile的開發者可以舉個手嗎 你有walk on就是mobile apps OK 好大概有三四十percent 那剛剛有舉手的你們有在做數據的分析 就是for你們的mobile apps可以再舉一次嗎 OK 好可能比較少 我想今天就是待會這15分鐘我想跟大家聊一聊 就是說我們自己現在有在Yahoo有提供了一些mobile developer的一些tour 那其實裡面有一個很大部分是做這個數據分析 那可能我想在座很多不管你們是web的開發者或是mobile的開發者 那這個到未來之後你們再做這個mobile product可以在 either是你們的公司或是團隊裡面 跟負責做分析的其實你們可以互相交流說怎麼樣我們能夠在我做product development process裡面 能夠更data driven 那這也是公司要放 所以也是放下 所以首先大家先自我介紹一下我現在是在Yahoo的Yahai區負責做策略跟業務應援單位 那我主要看的是在我們mobile一些新的一些產品 尤其是在對外開發者的這個部分 那還有另外一部分是做有關像e-commerce的一些project 那我自己本身除了工作以外外面也做很多side project 大部分都是跟startup mobile相關的 所以目前本身也是app universe的一個理事 然後還有另外自己創的一個for startup的一個connection的platform 那我自己過去做的工作其實都跟data比較稍微相關 我上一份工作是在做一個big data的analytics 我們把web上面常講的AP testing的概念 我們把它運用到實體的店面 所以實體店面就像是你可以想像像可能麥當勞 全家這種的實體營運店面怎麼樣透過AP testing 去幫他們做這些策略的優化 那在之前我是在印度的google 主要是做這個google sales的一些策略的一些分析 主要看美國跟英國的市場 那我想今天很快的跟大家分享三個部分 從一開始比較hello我去跟大家聊聊說 其實現在知道我們看美國還有全世界的一個趨勢 是很多人其實在做這個開發的時候 從原本的這個mobile first 到現在變成是一個mobile only的一個時代 那接著下來可以跟大家聊一聊 就是說我們看到在mobile相關的一些開發的工具上面 有哪些是可以大家作為參考 那最後才跟大家聊聊說我們自己Yahoo 提供這樣的一個platform 跟我們自己怎麼樣來使用這樣的一個tool 我想首先第一個是我們這internal看到的一個數據 在過去從2008年大概就是iOS這個store 開始開出來之後 其實有很多的這個vertical 它受到的這個mobile disruption 是非常非常的明顯的 那我就不贅述 那我覺得最近這幾年最大的 大家比較有感可能是在messenger上面 又越來越多的這種mobile app的產生 那到最近我們觀察到是在像TV 它其實也受到這個mobile的這個disruption 那如果今天我們常講的是這個mobile first 或是mobile only這樣的一個時代下面 我們看到數據有一個顯示 就是說當現在大家講mobile 其實其實我們講的是mobile apps 而不是mobile web 因為你可以看得到從美國 甚至我們看到台灣的數據也是 消費者 就使用者他的這個time span的consumption上面 百分之九十在mobile上其實都是這種 都是用application 所以其實我們在觀察就是說 包括我們自己Yahoo 在做很大的這個公司的這個transformation 其實也是在想怎麼樣可以提供更多 好的mobile apps給我們的user 那如果我們再往下稍微深入再看一下 就是說在mobile apps這個上面 其實如果你問開發者 mobile的開發者 很多人就是說在100個裡面有37個 都會跟你講說 我們認為最重要的一個開發工具 如果要給我的話 其實是user的analytics 因為我們要提供更好的experience給user 那當然我們必須要透過data 還有一些直化的分析 來去更了解我們的使用者 好 那再來第二部分的話 我想跟大家聊一聊 就是說 最近我很常在跟我系統的朋友在交流 就是說到底美國 如果你今天講這個創投啊 或是所有這些資金裡面 投入最多是什麼 就是在mobile上相關的任何的公司或產品 這邊給大家看一個比較high level的一個scale 就是說可以看到從analytics user acquisition engagement 馬台支援等等的 每一個不同有關mobile的這個ecosystem 的公司在過去這幾年 尤其這一年當中成長速非常非常的快 不管從投資面 或者是這個公司的成長面 那如果今天我們稍微再把它往下聚焦 就是說有關在mobile的這個分析 或是說你的這個產品的這個成長上面 還有你的這個馬台之間 就是說你要從獲利的這幾個landscape來看的話 你可以看到說這幾個是我們整理出來的key player 那當然包含我們自己雅虎 在去年acquire這間公司furry 那其實當然不只我們furry 我覺得很多上面的列舉的這些工具 都是免費的 所以也可以給台下的大家 這開發者可以當一個參考 那如果我們今天往下比較深入的 去看mobile analytics這件事情的話 在iOS上面的話 目前furry是全球使用者最多 那在enjoy上面的話 那當然google ga google analytics for mobile apps 目前是最多人使用 那接下來第二個是furry 所以整個overall來講的話 如果大家有在思考說 我今天要開發一個新的mobile的application 從day one 要去做data tracking的話 我想上面這幾個都可以給大家做一個參考 好 那最後的話我們快跟大家聊一聊 就是說我們自己雅虎 提供了這樣的一個furry 我們自己本身怎麼用 跟我們提供給外面的這些開發者 使用的一些practice zone 那我們其實自己雅虎本身在給這個面向 這個外面external developer也是做了很多的嘗試 我們是真正開始有這樣的announcement 是在今年的二月 我們在舊金山所announce的這個開發者大會裡面 我們把所有我們給免費給這個open source的tour 一次把它配給起來 那包含我大概會跟大家聊furry analytics 還有你如果要做你的這個app的marketing 跟你要做這個成…就是說做mortization 還有我們新推出一個searching app 的一個single SDK 還有post 就是說你可以把你的數據傳給第三方裡面 去看你的ranking等等 所以這五個element就是我們主要看到 就是說我們可以提供給開發者的一些tour 裡面全部免費的 所以唯一一個是這個yahoo最後一個就是appmarketing 因為那個是drive for你的app的download 所以那個是需要付錢 其他都是免費的 那furry它特別一點是08年開始成… 就是它跟著這個iOS 就是Apple的這個iOS的store 成立的那一年 那它也成立 那所以一開始其實furry是做一個mobile app 但後來發現說其實有一個很大的一個成長的趨勢 就是在這個mobile的分析 那它是第一個原生for mobile的一個analytic platform 而且也是目前市面上你看到到 所有功能裡面最強大 可是它是完全免費的一個tour 目前在全世界的話大概有22萬的開發者 使用這樣的一個服務 那每個月我們可以reach得到的這個device device就是指每一個mobile 這個mobile的device大概有18億 那平均來講的話 每支手機有7個app我們是可以track得到 那有些國外的這個furry的user 可能大家比較聽過像snatches guide 等等這種比較大的application 它都使用這樣的一個dataanalytic platform 那在台灣的話其實我們有很多的使用者 很多的這個app mobile app其實是使用furry的 那大部分其實也很多都是在百萬或千萬user等級以上 那furry它其實可以幫助大家回答問題 其實主要三個部分 我想其實在座應該有些人有使用 不管是furry或者說其他這些 這些mobile analytic工具 第一個的話其實真的是幫我們 所以非常fundamental的這種insight 就是說我們在做數據分析我們都知道說最底層 我們要先有data collection 那如果以mobile語言來講 就是說到底我有多少的user 那還有monthly added user deadly added user等等這種數據 第二部分的話就是說我當 他往下dip就是說到底我使用著怎麼樣來使用我的這個mobile application 從他的第一步第二步一直到他最後make transaction 或者說他做這個logging等等的這個動作 那最後一個呢其實就是major result 就是說到底我今天做了一個user acquisition的campaign 他對於我的這個成效到底為何 主要是這三大面向 那通常我們在講說這種外面這種開發工具 對於大家來講你要裝的時候很注重很注意的就是說到底這花時間 跟他這個size到底大不大 那furry他一個好處就是做好 我們在跟很多開發者朋友在call word的時候 我們發現就是說其實他在裝的速度其實非常快 你就是要只要上debubbed.yahoo.com 一個非常直觀的一個網站上面 然後你去選擇furry分析 你點進去之後然後你去instrument我們的SDK 兩行call sign進去之後 你過幾個小時你就可以直接看到report 那這個部分我就不多講 大家就可以直接上這個 如果有興趣的話你就上這個網站裡面就可以去看 那目前furry也是就是所有這個platform裡面 支援最多的這個OS 包含當然最常見iOS是enjoy 那windows我們其實也是支援 通常我們在跟很多developers在call word的時候 我們就發現說其實大家會問問題不外乎就是上面這幾個 但如果總括一句話的話 就是說到底我怎麼樣去了解我的使用者 跟我怎麼樣讓我的這個產品可以更年齡度可以更高 OK 那常常我們在觀察就是說 如果要做analytic這件事情 它有分幾個步驟 第一個最出現的話我想就是high level的一些matrix 就上面提的這幾個 包含我的new user sessions Sessions就是mobile 以mobile原來講 我們furry的定義就是說 當你的這個使用者開啟你的這個app 到關起這個app 我們稱為一個session 它的使用的這個狀況 跟retention的這些情況 上面這邊提到的這四個matrix 都是你今天只要裝了furry的SDK 你過幾小時可以直接就看 你不用去做任何的furry的data 這種instrumentation 然後去做code 都不用 非常的快 但是如果你今天你要往下做的話 我們企業也可以讓你可以看到的是 更多的一些matrix 主要是兩大部分 第一個是說understand the user 第二個部分的話是說 怎麼樣去能夠優化我們的 這個產品的performance 那首先第一個部分的話 我大概不贅述 主要就是說 可以去做segmentation 就是我們今天在做 user like 這種analytic的時候 我們想要了解說 它的user profile等等是什麼 那第二部分就是說 在優化產品的時候 我們可以看到的是說 剛剛提到怎麼樣去measure 你做一個acquiring user的動作 它的成效 那更 它使用的每一個步驟裡面的情形為何 那這邊是幾個例子 就是說 今天我如果要去切我的這個user 我可以切很多種 包含 我可以用它的年齡 我可以用它使用的這個情況 跟它多久來一次等等 這樣來去做切割 甚至我可以去切 我的這個demographic 它從哪一個國家來使用等等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特別一點就是說 目前Furry是唯一在市場上面 有提供這樣一個offering 就是說所謂persona 就是說我們透過我們自己 這個所有的reach裡面 這個對他 去做一些machine learning 做一些targeting 跟prediction view出來就是說 可以告訴你說 你今天你的這個使用者裡面 他的persona 就是說他的這個profile 是長什麼樣子 那我們大概有四十幾個 包含說我可以告訴你說 你的user裡面有百分之八十 可能是social gamer 剩下百分之二十裡面有十percent的是 他可能是所謂的這個 TV愛好者等等的 那我們怎麼做呢? 我們就是看每一個 你的這個user的這個pro 每個user他使用的apps裡面的 這個category裡面 來做一個分析 來告訴大家說 我們persona的狀況是什麼 那接下來的話 最後這部分 我想快速跟大家講 就是說 通常我們在做 這個行動分析的時候 其實我覺得 重要的是三大部分 從一開始的 acquired user 到 activate user 然後到最後 怎麼樣去看 這個user的retention 那首先第一個部分 在 acquired user的話 我直接用例子 就是說 我們今天可以幫你 可以看得到說 你的這個user 從一開始他set到一個page 這個所謂setup page 就是說 你現在你的furry backend裡面 可以告訴他說 我做一個這個user的 insultate drive for installation的這個campaign 他的URL 你sign去之後 好 user如果真的看到這個link 然後也download了 那我們可以看到說 每一個campaign的這個 實際的result 那我這邊用一個 我們自己yahoo的例子 那我們大概 early this year的時候 我們有推出了這個 拍賣的這個app 那當時我們就在想說 我們要想要快速的 去抓這個app的download 所以我們用了很多不同的方式 包含用line Linecoin 或者說我們自己 本身自己家 我們叫spa banner 就是要蓋板的廣告 或者說上面的這個 這個banner的廣告 去看到底成效怎麼樣 那我們發現說 這個Linecoin它其實 可以dry的這個erwardness 非常非常地高 有非常多人點 可是很多人download 每兩個就有一個download 原因是因為你download 就可以拿到line Line的這個點數 但是我們發現就是說 它的這個 這個有個 所謂的quality score 就是說 今天這個user download進來之後 到底還沒有回訪 就是說 他有沒有再回來 繼續使用你的app 那發現說 其實這個比例是非常低 十個裡面 只有一個人 有回來 相對於我們自己家 如果我們做了這種所謂 大部分其實很多的app 都用這種download的方式 就是說去裝一個 這個app上面 你的這個版面上面有個banner 那我們發現說 它雖然的 installation是低的 可是它的回訪率 它的quality score 是非常非常地高 所以有史可見 就是說 今天我們在用不同的 這個user acquisition campaign 的時候 我們一定要關心的 不只是 我download的這個速度 這個數量到底高不高 還有另外一個是說 它真正可以幫你 dry你的retain 的user 所謂你的VIP的客戶 我們的user 是更重要的 第二部分是 在activation裡面 我就簡單的舉一個例子 我們這邊常講 就是說一個user的 journey 它的user path 那我們這邊看到 是一個美國的一個app 它這個app就是說 你可以把想像是 有點像是 台灣的可能Easy Table 但是它可能是 Dink Hotel 這樣的一個app 那我們可以幫你去 設定一個key path 就是說 當你設定完說 我希望可以看到說 每一個 它的關鍵的 使用的這個情形裡面 它的這個retention的狀況 你可以從一開始說 好 有多少人點擊到 你要定位的這個page 到多少人真正去slide 一個certain的hotel 還有 它 就是說做了這個reservation 跟最後它付錢 confirm的這個retention 所以你可以從這個例子 可以看到說 每100個裡面 最後只有17個人 到了最後一個page 那對於我們開發者 跟我們的producting裡面 這重要 這個的implication是什麼呢 就是說 比如說 我到底在每一個stage裡面 可以怎麼樣去做一些優化 那像我們有 有聊過一些開發者 他告訴我說 他今天發現說 他真正想要這個 這個user去做一個 log in的動作 或是全站的動作 中間那個 這個這個的 conversion rate 非常的低 那後來他發現說 其實是因為 他的那個button 這個按鈕 做得不夠明顯 所以導致很多人進來之後 這個user 進來之後 他不知道怎麼按 所以他就跳出 他就不去完成這個動作 OK 那這邊的話我用一個 也是我們yahoo自己本身的例子 那yahoo大概幾年前 我們推出了這個 這個新聞APP 那裡面我們就 launch了一個新的feature 這個feature就是說 我們希望大家來看新聞的同時 能夠做一個 投票的動作 所以我們有個民調中心 那我們當時希望 大家來做這個pad 就是說你點進民調中心裡面 然後可以去投票 而且真的投票 OK 那這個是一個 我們希望可以提供給 消費者 使用者的一個新的服務 但我們可以看到說 這個pad來講的話 其實真正有到最後的這個 就是convert 有真的去點擊的人 其實沒有非常的多 所以我們也去思考說 到底這個服務 我們要怎麼樣 能夠讓使用者 能夠更清楚的知道 第一個是更多人 能夠知道這個服務 第二個是說 他也可以真的去使用 這樣的一個 一個 我們推出了一個 新的一個feature 好 這邊就是給大家看一個例子 那最後這個retention的部分的話 其實我們想提的東西 就是說大家在web上面 做分析很常聽到一個叫cohort analysis 就是說 我今天怎麼樣去了解 我做的這個user 他在每一個時間點 他的這個retention的狀況 那在mobile上面的話 其實我們也有提供這樣的一個服務 只是說他的這個 他的這個chart跟PC段 可能有時候看起來比較不太一樣 但他們想回答的問題就是說 到底你每一個時間 時間段進來的user 他的retain的狀況為何 OK 好 那最後他就是說 我覺得如果 如果今天你是 自己是開發者 或者說你們公司 是做mobile的產品的話 你有興趣 想要多了解分析的話 非常的快速 你就只要到 developer.yahoo.com這個site 然後 裝了這個sdk 其實你就可以ready to go 那最後也做一個小小的宣傳 就是說我們 Biresville的話我們準備在美國 launch第二次的mobile developer conference 那這個是一個我們非常高度關注的 所以很多的 我們的團隊也都會來跟大家做分享 那台灣的話 我們不幸的 就是我們沒有辦法 這個直播服務 不過我們會 在這個活動的一結束之後 我們就會有這個post 的這些interview 還有一些press的release 可以讓大家做一個參考 我們在這裡面 我們會公佈 一個最近正在club 一個最新的分析的一個 一個tool 也是在furry這個裡面 那它是 如果推出之後 我們大概蠻有興趣 應該是在產業裡 就是在這個業界裡面 是一個非常領先的offering 那今天一個時間關 我就不做這個demo了 就是說有一個furry analytics 它我們叫 新的feature 剛剛提到的 叫explorer 基本上你可以把它想像成 Excel裡面的這個 樞紐分析表 應用到這個mobile analytics裡面的一個case 那最後這篇話就是說 我們大概觀察 關心就是說 台灣在web的analytics 其實很多人都在聊 可是在mobile 行動分析 數據分析之外 其實比較少人在聊這件事情 所以我們就跟了幾個 我們的好朋友 還有一些開發者 我們就成立了這個site 叫mobile analytics台灣 還蠻直觀的 行動數據分析 所以你只要上facebook 打這個名字 你就可以找得到 目前我們已經 在上禮拜已經達到快800個人 的這個membership 那最後如果說大家對於這個 不管是furry 或是yahoo在mobile上面 做的一些事情 有興趣的話 也歡迎大家可以寫email 可以再多多交流 那我今天的部分 大概就簡短的跟大家分享到 這個部分 對 謝謝 啊那個 各位有沒有什麼問題 要問我們的 Jing跟Roger的 嘿 來 有問題 走去喔 有沒有 欸有 那邊可以按 按鈕 變燈就可以 好 呃 我剛剛聽你們講這個 Redis的部分 對於它multithread 我有點疑問 例如說假如用這個 tweetproxy 把它這個導向其中一台 Redis server 那比如說它寫入已經成功 寫入這個Redis server 但在寫入的同時中 這個Redis server 掛掉的話 那 呃 他知道說 能夠把 即時把這個資料 備份到另一個server嗎 還是說 呃 他的failover 和他的這個 這個 這個 如果是分開的話 那可能就不能處理這個問題 OK 呃 其實這是一個好問題 就是其實Redis Master Server 和Slave 他們之間的運作是這樣 就是他們會有一個 背景的一個process 它會一直定期的 應該說 它這個 它其實是和我們 一般query的那條process 其實是不一樣的process 它會一直定期把資料 從Master sync到Slave上面 對 所以說 你今天如果query的那一個東西 或者是Master 本身它掛掉的話 那個背景的process 它其實之前都已經 偷偷的一直幫你把資料 倒到Slave上面 所以接下來你只要很專心的 把你的那個 新的這個接口呢 接到新的Slave上面 做為Master 這樣資料就 就 就無縫接軌了 對 這樣不知道有沒有回答到 你的問題 呃 不過剛才 你用那個 呃 Twin Proxy 似乎是這個 在不同Redis Cluster中間 然後不同Redis Cluster 各自有自己的Master 對 所以如果是 它應該不是能 並不能做Master Master的這個Backup 哦你是說Master和Master之間嗎 對 因為你剛剛說 它是導向到不同的Master 然後每個Master 似乎都是Single Threaded 所以如果你沒有把這個 它 就是說Twin Proxy 它本身做這個 呃 這個 這個 sharding 和你的那個failover 是分開的步驟 所以既然它不是同時在做 那它就很有可能出現 這個Data Consistency的問題 OK 嗯 其實 其實Twin Proxy它的功能 就只是在單純的很單純的做sharding而已 它只是根據不同的key 把資料 導到不同的東西上面 嗯 那你今天Auto Failover 其實是 它自己的那一條Piteline 是有它自己的Master和Slave 就是 其實我不太理解說 你說的Single Thread 在這邊會造成怎麼樣的影響 就是 其實 Twin Proxy只是專心做sharding而已 嗯 Master和Slave只是負責做Backup 嗯 所以 好 你今天如果一個Master掛掉的話 是它後面自己的Slave會再補上來 那sharding還是一樣 就我剛剛不是有三條Piteline 它還是一樣繼續做 三個key value的這個分流 哦 我其實主要舉的例子是說 比如說你第一個cluster它突然不見 但它是在寫資料時候不見 哦 OK 然後所以 對於Application Site來說 它應該要知道說 它原本應該會拿到一個這個 呃 比如說成功的code 就是說哦 我寫入成功 但它只是寫入其中一台成功 Twin Proxy還沒有成功的把 資料把它replicate到其他Server上面 哦 OK 我想說它有沒有什麼機制可以防止這問題 哦 好 講到這個 呃這個就沒辦法避免了 就是如果你那整條 整個Master Slave那整串都不見的話 那你在上面的資料 就真的完全就都不見了 嗯 然後接下來 Twin Proxy 雖然還會把你新的那個key value 就是它雖然看到你新的那個 呃就是你那一條不見 但是它之後的shorting就會分流到另外兩條上面 但是本來上面的資料就整個都不見了 嗯 但是通常這樣的情況很難發生 因為其實我們做了那麼多Master Slave 就是想要避免這件事情 如果你都做了這麼多這種事情 你還有這種 這種東西也 這種整個整串都不見的話 那也只能怪自己碎了 嗯 嗯 好 好 好 那因為我們時間有限 那如果說大家還有更多問題的話 那我想 Gin跟Roger會 應該還在附近晃一下 大家可以過來找他們問題這樣 好 那我們再次感謝 Gin跟Roger給我們帶來的talk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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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